透渡客的杯歌唱不完 这次的船难发生在我国的南部海域 一艘载有50人的船只 今天凌晨开船遇上恶劣天气 而在柔佛州疙瘩定义的 丹荣巴劳海域翻覆 官方证实船上的11人罹难 14人获救 目前还有25人生死未捕 海上的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中 官方通报 50名相信是从邻国印尼龙木岛 乘船偷渡到我国的非法移民 今天凌晨4点30分左右 遇上恶劣天气侵袭 船体被巨浪掀翻沉没 柔佛海市执法机构接获投报后 马上通报新山海市救援中心 到丹荣巴劳海域营救 当局在早上8点50分展开搜救行动 并派出AW139型直升机 以及两艘船艇在出世海域 搜寻其他失踪者 截至下午1点 正式已经有11名印尼偷渡客 不幸葬身大害 其中包括7名男子和4名女子 另外14人成功获救 搜救队伍事后将一句句冰冷的遗体 打捞上岸 生还者则被送往戈达丁仪的 丹荣士邦陆军影帝等候发落 截至傍晚6点截稿为止 海上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中 官方预计需要花4到10天的时间 寻找其他失踪者 不排除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马西社电视采访报道 台湾 演唱